水患灾后已经三个多星期了 在这段时间其实真的也看到了 台湾这种爱的动员的力量 现在复原的各项工作 已经大致接近了尾声 但是马上接续的是 各项的心灵附件的复卫工作 都需要所有的大爱无私的志工 共同来投入 今天正言上人行脚来到了桃园跟新竹 就特别跟志工们提醒 希望这次的灾难能够成为一个转机 什么样的转机呢 今世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 让大家更能够重视 水土保持 而平安的人更要懂得艰苦之福 保持感恩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 山崩了吞噬家园 温温土时机在平地 莫拉克风灾三天几乎降下一年的雨量 这让人类过度开发带来难以挽回的悲剧 台湾原本翠绿的山林 确实路开到哪就发展到哪 伐木发展观光 人人争相为了利益 彻底破坏大地 大乾坤已经都被我们人类真的破坏了啦 因为天就被人的气逼的就是已经乱了天后出息 人心不调 五着恶气乱了天地乾坤 这次灾害是危机还是转机 灾难已在世前 不只受苦难的人 平安的人更应该戒胜前程 反思人类恶习彻底改善 与自然和平共处 很期待能天地之间要真正的共生习 互相尊重 人类应该要感恩山和大地 我们要尊重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 国土为粹 灾后重建 还有重重考验 但苦难中成长慈悲 变数中成长智慧 这也让人特别鼓励所有慈禁人 成为心灵的清流 让人人蜉蜜增长 因为唯有人心平和 天地才会调和 大一时文 周里周里俊威 综合报道